其实我在两年前已经知道有脾纹了的 那时候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 我第一个观念 多余的啦 知道了还不是要学习 就是浪费金钱 我连碰都不通 我的人是如果一个产品没有让我说服 我根本不会去做的 这个就是我 有时候反而觉得 不懂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是在我的能力 我的性格 我觉得是好事咯 因为我会接触 在两年后再接触这个脾纹的时候 是因为我本身有了一个孩子 我面对孩子的判例 我去学了很多的补导 学了一段时机 还跟孩子互动得很好 可是当我发现到孩子 就是我可以跟他互动得很好 只是我不了解他内心想法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有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怎样说都说服不到他 最后连我自己也更快 因为为什么我学了这么多的补导 自己的孩子也教不好 然后无意中就是 我要感谢的其实是我的上线 以灵跟会议 他们把这个事业带给我 我刚去这时候我面的孩子的那种困扰啊 我一直聊到Marcus啊 Tiowin啊 总是Light Center啊 总是Alive啊 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做了报告 我就聊着他们 哎 请教我的方法 我怎样去教好我的孩子 我真的烦到他们 不懂会不会怕了我 也是因为他们那种用心啊 受复到我 当我一被受复的时候 包括我本身 我面对了很多挫折 很多的危机 很多失败 我是一个很负面的 很多事情我要去做 不敢 还没有去做的时候 就想到太多的负面了 好像自己炸自己啊 脚不停了 不敢去做 没有去做当别人成功的时候 我很不服气 很不悔 很委屈 很不感念 就觉得自己好像有 很有人财那种 可是就是表达不出来 我本身也让我自己做的 是分道高 我六个孩子 包括我两夫妇 然后妈妈 一直说是我也让他做 为什么我会投资 这么大笔金钱 在这个身上 全是可以赚得回 有时因为我们家庭 就是比起的不了解 你想改变我 我想改变你 我否定你的想法 所以造成很多 两句吵架 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 不能见面的 可是又要在一起 我爱他他也爱我 可是就是不能沟通 两句吵得很凶 所以我就要更了解我妈妈 同样我送了这份报告给她 很值得 一个399 可以埋回我哥我妈妈的感情 至少我了解我妈妈 我不会再以我个人的人力 我是斗文心 我有八个斗 我不会再以我的人力 去命令一个人 去判断一个人 之前的我 我一站在我的角度 我在立场去命令女人 所以我会带给家人 和我自己是肉无心的压力 我没有看到 这个是我所没有看到的 所以当我自己本身 做了我那份报告之后 我了解我自己的全能 我的弱点 我的强点 让我最高兴 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 我相信在下面每一个 其实我们要成功 先面对我们 克服我们的缺点 我就是那一个 我就去找很多的资料 去学习 学习 其实我家的经过 在去年的八月 我没有动 我应该动 就在十月份开始 那个产品 如果真的没有收获到我 我是一个不动的人 我是蛮固执的 所以在这两个月之中 我去领悟 我去感觉 我去学 每一堂课程 可以说 可以看到我的 我都会去做 然后我就是一个很给福 看到人就讲 我是讲免费的 这个手指头 目的 我要多练习 所以我从这个过程中 有面对很多挫折 感觉 讲的好不好 我不在乎了 至少我知道 我的缺点在哪里 慢慢的重复的练习 照着有今天任务 当我那个进行一来的 当我一相信公司的产品 谁都阻碍了我 所以我的目的 只有一个 我要在马来西亚 全 每个地心 都有我一个人 所以我大叔会 找那些对教育 提醒有爱心 想要帮助别人成长 因为我是一个伤心的妈妈 所以我也知道 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都很多人 需要跟孩子的互动 这个是金钱 说买不到的 就像我兜兜转转 找了做那么多年 我是找不到 所以我就是冲 我不想多多 结果我定下来不看 我只看过的人 我去做 给我以前 我是不敢一个人踏车 上下的 我会想很多的负面 我害怕失败 可是没想到 这次我这么勇敢 第一次可以跑 上跑下跑这么多地方 再次要我也谢谢我马空对我的支持 然后再来把握 还有 经过所有的工作人员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再下点 我是阿俊 谢谢阿俊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 我们都尽力地帮助他 那么你会发现那些东西吗 阿俊是将自己分音响出去的 对 对 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就是感同身受的力量 OK好 我们这里呢 再次一个大大的掌声 谢谢他 谢谢我所有的组员 谢谢你们的信赖和支援 谢谢你们的信赖和支援 我的成功跟大家都有关系的 谢谢 下一个成功就是你们的 谢谢你们的信赖和支援